聊天机器人CHANGBT横空出世 全球进逐人工智能的态势更加白热化了 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工业国 又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 自然是不甘落后 当地无论是资本雄厚的工业巨头 还是初出茅庐的初创公司 近来在一场工业博览会的舞台上 展示各自的人工智能项目 争相赶搭这股科技的浪潮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否认为 德国稳较少了 我认为我认为不在意义 但我认为非常好 我认为这些机会 以不同的方式的安排 也在不同的应用 在不同的应用 特别的健康 在这些机会有很多的机会 我认为现在的时间是 这些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些问题也在这些机会 这是无处在吃 为期五天的德国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也被视为是世界领先的 工业技术展会 今年以人工智能技术 成为热门话题 特别是在赋能工业生产 其中科技巨波 如谷歌和微软等等 展示了如何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 优化和改进 工业生产的流程 藉此降低生产的成本 和能源消耗 同时提高生产的效率 另外有的德国公司 也在生物质的培养设施中 引入人工智能技术